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江西省瑞金市第一中學的教師 遭政府拖欠獎勵信工資長達幾個月 9月19號 教師們在學校門前拉橫幅 要待遇 要公平 要平等 天津市西清區澳紐健身服務公司日前突然關章 並拖欠員工工資和會員會費 9月18號 大批會員和員工前往公司維權 但沒有結果 中營建築公司在山東省青島市承建的房地產開發工程 拖欠農民工工資 9月17號 工人前往工地討薪 結果公司不但不付錢 還派出保安毆打討薪工人 新疆伊犁州拱流縣吉爾格朗鄉一個村清真寺的六名穆斯林 被中共秘密判刑18至21年 消息9月17號 經TOW亞州電臺披露 第二天 當地警方及出動數十人進村抓走多人 追查是誰對外洩露了消息